在商业界,许家印的故事无疑是一个跌宕起伏的传奇 他曾以音乐产业的崛起,足球俱乐部的辉煌和地产行业的巅峰而备受瞩目 但最终却因为激进扩张和过度杠杆化导致债务缠身 从一位被誉为商业奇才的企业家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失败者 这个过程中,许家印到底是如何从净赚314亿人民币到最终背负2万亿巨债的 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帝国的兴衰,也是一个个人命运的巨大转折 许家印的商业传奇中,恒大俱乐部的成功无疑是最为亮眼的一笔 2010年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足球梦,许家印斥资1亿人民币收购了广州俱乐部的股权 并将其更名为恒大俱乐部 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在那个时候,许多中国企业家还对足球持观望态度 他们更愿意投资回报周期更短,风险更可控的行业 然而,许家印却看到了足球产业背后的巨大商业潜力 他认为足球不仅可以带来直接的收益 还可以成为恒大集团品牌推广的绝佳载体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许家印不惜投入重金 聘请了世界级的教练团队和顶级球员 迅速打造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恒大足球队 凭借着强大的阵容和出色的管理 恒大足球队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 成为中国足坛的霸主,连续7年蝉联中超冠军 恒大足球队的成功不仅让许家印在中国商界名声大造 也让恒大集团的品牌知名度迅速提升 事实上,恒大足球队的每一场比赛 都是一次免费的广告推广活动 为恒大集团带来了巨大的品牌曝光 在许家印的精心策划下 恒大足球队的每场比赛都被打造成了一场盛大的品牌秀 恒大集团通过与广东体育的合作 以极低的转播费获得了长达90分钟的品牌曝光 这种低投入高回报的策略 为恒大集团节省了巨额广告费 试想一下,在央视投放疫苗广告的成本高达15万元 而恒大却仅以4万元的投入 换来了整场比赛的品牌展示机会 这种商业运作的聪明之处在于 许家印不仅利用足球俱乐部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 还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恒大在公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恒大足球俱乐部的成功不仅是商业上的巨大胜利 更是品牌建设的一次成功实验 通过对足球的投入 许家印成功地将恒大打造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对房地产企业的传统印象 恒大的成功不再仅仅依赖于房产销售 而是通过多元化的品牌推广策略 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市场中的地位 然而这一切的成功也为许家印埋下了隐患 恒大俱乐部的辉煌 让许家印更加坚定了通过高杠杆高投入 来实现企业快速扩张的策略 在短期内 这种策略的确带来了惊人的回报 但从长远来看 过度依赖于高杠杆的运作方式 最终使得恒大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债务泥潭 随着恒大俱乐部的成功 许家印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更为核心的房地产业务 在足球领域积累的品牌影响力 直接促进了恒大地产的扩张 在短短几年内 恒大从一家名不见经赚的地产公司 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房地产巨头 许家印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收购 和快速的项目开发 使得恒大的资产规模成倍增长 恒大地产的成功 使许家印一度成为中国首富 其个人财富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一过程中 许家印展现了他作为企业家的独到眼光 和大胆决策能力 他善于捕捉市场机会 利用资源的整合 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然而 这种激进的扩张策略 也使得恒大在高速增长的背后 承担了巨大的财务压力 为了支持这种扩张 恒大不断从银行和市场融资 依靠杠杆效应推动企业的扩展 这种高杠杆的运作方式 使得恒大在地产行业内迅速崛起 但也为日后的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 许家印的商业不仅限于房地产 他还将触角伸向了金融 文化 旅游等多个领域 通过多元化的布局 恒大在短时间内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涵盖了从房地产到服务业的广泛领域 这种多元化的战略 使得恒大在多个行业中 都占据了一席之地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 然而 这种多元化的扩展 也使得恒大的财务结构变得异常复杂 管理难度大大增加 尽管恒大在多个领域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但许家印并没有停止扩张的步伐 为了进一步扩大恒大的影响力 他开始涉足矿泉水 汽车制造等领域 希望通过这些新兴产业 为恒大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013年 恒大推出了 恒大冰泉矿泉水品牌 这个被许家印寄予厚望的项目 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和资源 然而 矿泉水市场的激烈竞争 和恒大冰泉高端定位的不适应 最终导致了这个项目的失败 许家印曾雄心勃勃地 想要通过矿泉水项目 再创一个恒大奇迹 他认为 矿泉水是一个暴力行业 只要产品定位得当 就能迅速占领市场 于是 许家印开始了大规模的投资 推出了恒大冰泉品牌 并邀请成龙等明星为其代言 许家印对这个项目充满信心 预估第一年能卖出100亿瓶 第二年200亿 第三年甚至能达到300亿的销售额 然而 市场的现实 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恒大冰泉的高端定价 和快速扑货的策略 未能如遇期般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尽管恒大冰泉的广告铺天盖地 遍布各大媒体平台和销售终端 但消费者并未买账 恒大冰泉的定位过于高端 而其包装和产品差异化不足 无法与市场上已有的强势品牌竞争 再加上高昂的成本和低效的渠道管理 恒大冰泉很快陷入了销售不畅的困境 面对巨大的市场压力 许家印不得不降低恒大冰泉的价格 希望通过降价促销来提振销量 然而价格的降低并未能挽回市场的信心 反而进一步损害了恒大冰泉的品牌形象 最终恒大冰泉的销售业绩远未达到预期 项目整体亏损巨大 这次失败不仅给恒大集团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 也让许家印第一次感受到了市场的无情 恒大冰泉的失败对于许家印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不仅是一个商业项目的失败 更是其企业战略失误的集中体现 通过恒大冰泉的教训 许家印开始意识到 过度依赖广告和明星代言 并不能弥补产品定位和市场策略的缺陷 尽管恒大冰泉未能成功 但许家印并没有放弃 他仍然在不断寻找新的商业机会 希望能够扭转局面 恒大冰泉的失败 只是恒大集团整个危机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恒大的债务问题开始逐渐显现 恒大集团在高速扩张的过程中 积累了大量的债务 这些债务主要来源于 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的融资 在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时期 这些债务通过高周转率的 地产项目得以维持 然而当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 恒大的资金链便出现了问题 许家印试图通过更多的融资 来解决资金困境 但不断增加的债务 让恒大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紧张 许家印的策略 是在房地产市场萎缩的情况下 继续大规模借款进行投资 希望通过新的项目来获取利润 填补之前的债务缺口 然而市场的变化比预期更加迅速 恒大陷入了资金紧缺 和项目停滞的恶性循环 当债务规模达到临界点时 恒大终于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尽管许家印采取了多种措施 包括出售资产和引入外部投资者 但仍然无法解决 恒大面临的巨大财务危机 恒大的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停工 购房者的权益受到严重影响 社会矛盾也因此激化 恒大集团的债务问题 不仅影响了公司本身 还波及到了整个房地产行业 甚至对中国的金融系统 造成了潜在的风险 在恒大陷入债务困境的同时 另一位房地产大亨王健林 也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 与许家印不同 王健林选择了果断的危机处理方式 他通过出售部分核心资产 迅速回笼资金 成功避免了企业破产的命运 王健林的这一举措 不仅保住了万达集团的核心资产 也为公司赢得了重组的机会 相比之下 许家印在处理恒大的危机时 显得犹豫不决 虽然他也尝试过出售资产 但由于恒大的资产过于庞大 且缺乏流动性 使得许家印无法像王健林那样迅速脱手 他对未来市场的过度乐观 以及对高杠杆策略的依赖 导致他错过了最佳的危机处理时机 最终恒大陷入了难以挽回的困境 而许家印也因此失去了在商界的声誉 在回顾许家印和王健林的命运时 不难发现 两位商业大亨在面对危机时 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王健林选择了及时止损 保住了企业的核心资产 并成功地渡过了难关 而许家印则因为对市场的误判 和对高杠杆策略的执迷 最终导致了恒大的崩溃 这一切表明 许家印的故事从辉煌到衰落 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商业传奇 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一个企业家 从无到有 从有到无的过程 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教训 许家印通过激进的扩张 和高杠杆的运作方式 迅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但也正是这种策略 使得他最终陷入了债务的泥潭 许家印的失败提醒我们 在商业世界中 盲目的扩张和过度的乐观 往往会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企业在追求规模和利润的同时 必须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洞察 和对风险的谨慎评估 尤其是在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时 企业家更需要冷静地分析形式 及时调整战略 以避免不可逆转的损失 虽然许家印的故事已悲剧收尾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的商业经验毫无价值 相反 他的成功与失败 都为后来的企业家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未来的商业实践中 如何平衡企业的扩张与风险管理 将成为每一个企业家 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通过反思许家印的经历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商业世界的复杂性 并从中汲取前行的智慧